哺乳期是否可以怀孕 这个回答应该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如果不进行避孕的话 就有可能怀孕的 当然我们在整个哺乳期的过程当中 由于密宿的升高抑制了雌激素的作用 所以子宫内膜不太是很好的去生长 同时卵巢也没有这种反馈性的生存 所以它没有成熟卵巢的生长 这种情况下的话 有可能月经是不规律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不来月经 而是月经的周期我们不能够掌握 排卵的日期不能够掌握 所以在哺乳期不去避孕的话 就会发生额外的认沉 那么哺乳期的时候 有可能月经首次的月经来潮 可能是并不规律的 有的人一个月来了 有的人三个月来了 有的人半年来 也有的人一年来 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的一般的家庭当中的话 是不可能有很好的手段去掌握是否有排卵 所以建议每一次同房的话 还是应该用避孕套避孕 因为我们哺乳 所以不能够口服一些避孕药物 否则对新生儿或者是婴幼儿是有影响的 所以建议的话用避孕套避孕 如果暂时不打算要小孩的话 那么可以阴道分娩的 可以在三个月来过正常月经的时候 去上宫内节育器 而抛工产的这些孕产妇来说的话 那半年以后来过正常的月经 也可以放置宫内节育器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避免哺乳期怀孕的一些措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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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